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和飞虎队老兵 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 阿拉伯文版等六种外文版出版发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激发青少年好奇心 想象力 探求欲 培育具备科学家前置 愿意现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全面加强 为建设科技强国打下坚实基础 李希对古巴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韩正分别会见联合国秘书长 美国国务卿 中国残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分组 讨论党中央国务院致辞 今年前八个月 我国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更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开幕式 完成最后一次全要素彩排 俄罗斯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瓶油弹药存放点 乌克兰称乌军打击俄军人员和装备集中区等目标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突破33万亿美元 再创新高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本台消息 9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 和飞虎队老兵莫耶麦克马伦 习近平指出 得知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和飞虎队老兵们 长期以来孜孜不倦在中美两国传播飞虎队故事 越来越多美国青少年参与到飞虎队友谊学校和青少年领袖计划中来 迄今已有近500名飞虎队老兵和数百名老兵家属到访中国 我感到很高兴并向你们表达敬意 习近平强调 追忆往昔 中美两国人民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同仇敌忾 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 结下了深厚友谊 展望未来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 对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负有更加重要的责任 应该也必须实现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中美关系的希望在人民 基础在民间 未来在青年 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需要新时期飞虎队员的参与和支持 希望飞虎队精神能够在两国人民之间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成立于1998年 是旨在促进中美航空历史事件研究和纪念的 美国民间友好团体 近日基金会主席格林和飞虎队老兵 莫耶·麦克马伦 共同致信习近平主席 介绍基金会和飞虎队老兵 支持推动中美友好交往的情况 表示将传承和弘扬中美合作的 宝贵精神财富 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 阿拉伯文 葡萄牙文 德文 斯巴西里文 乌尔都文及越南文版 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习近平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论述摘 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 分九个专题 系统收录了习近平同志围绕尊重和保障人权 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此次阿拉伯文等六个语种版本的出版发行 对于国外读者深刻理解习近平有关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 深入了解中国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伟大实践 以及为推动全球人权治理贡献的中国方案 增强当代中国人权观的吸引力 感染力 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该书《英汉 法汉 俄汉 西汉 日汉对照版》 于2022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发行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 强调要激发青少年 好奇心 想象力 探求欲 培育具备科学家前置愿意现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 面对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科技强国 人才强国的目标要求 多部门整合优质资源 加强科学教师人才培养 缩小城乡科学教育差距 夯实科教新国根基 这个学期 多地中小学创新科普教学模式激发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 在湖南柳阳 山村新建成的天文台 将为周边30余所学校提供固定的科学实践服务 在浙江德青 中小学校统一设立科技实践日 将科学课堂搬到科技馆 形成一周一实践的课程计划 在这里的话就是体验很丰富 非常喜欢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学科学教育发展 今年六一前夕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医英学校看望广大师生 在学校科学教室里 总书记指出 科学实验课是培养孩子们科学思维 探索未知兴趣和创新意识的有效方式 他寄予同学们从小树立科技创新 强国有我的志向 当下永当小科学家 未来争当大科学家 为实现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贡献 当了十八大以来 我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全面加强 科学课被纳入基础教育各阶段 成为与语文 数学同等重要的基础性课程 极大激发了广大青少年爱科学 学科学 用科学的热情 在课程教材方面 院士等一流科学家参与教材编写 加强科教知识融合 在师资建设方面 科学教师人数不断增加 2022年 全国小学专任科学教师达24万人 总量比2012年增长35.3% 我们必须用最好的资源投放在小学阶段 激发他们对于科学 好奇心 想象力 探求欲 培育具有科学家潜质 也愿意现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的群体 今年5月 教育部等18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 明确建立社会协同支持机制 最大范围整合 高校 科研院所 科技馆等科学教育资源 全面系统持续推动中小学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 今年以来 多部门联合为中小学科学教师培训 提供制度化保障 在湖北 中科院院士为数百名乡村科学教师授课 在重庆 来自西藏 四川的中小学科学教师 和大学教师一起通过课堂还原交流意见 在北京 一些高校与北京市八一学校一起 为偏远山区 革命老区的科学教师开展培训 我们也在深入地挖掘我们的科学资源 科技资源 向科教资源的转化 然后我们也探索在丰富更多的教育方式 让老师能够更容易获得教育 聚焦建设教育强国 科技强国 人才强国的发展使命 各部门联动 在教育双减中 不断做好中小学科学教育的加法 让热爱科学 乐于创新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 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打下坚实基础 应古巴共产党邀请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纪委书记李希 9月16号至18号对古巴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在会见古共中央第一书记 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时 李希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 李希表示 中共二十大后 习近平总书记同理两次会晤 为中国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 中方愿同鼓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 深入开展制党制国经验交流和各领域务实合作 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 推动各自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中方愿同鼓方推动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落地落实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迪亚斯卡内尔请李希转达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诚挚问候 表示 中国坚定同全球南方国家站在一起 有力维护了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股方感谢中方对股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帮助 愿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友好往来 推进务实合作 股方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古巴人民反对单边封锁制裁的正义斗争 坚定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 预祝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满成功 在同股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组织书记莫拉莱斯会谈时 双方同意加强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 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加强管党治党反腐败经验交流与合作 双方还共同见证了中国国家监委和古巴总审计署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在看望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时 李希表示 劳尔同志是中国党和人民的亲密朋友 为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 中方愿同股方携手共建中古命运共同体 劳尔深情回忆与中国同志交往经历 表示股方愿借鉴中国发展经验 劳尔还和李希一同参观了菲德尔·卡斯特罗中心 访古期间 李希介绍了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工作情况 指出 经过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锻造 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强有力 赢得人民群众忠心拥护 股方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在党建 反腐败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李希还向和赛马蒂纪念碑竞献花圈 参观了和赛马蒂纪念馆和弗兰克派斯农业信用合作社 当地时间9月18号 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 分别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会见古特雷斯时 韩正表示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相互交织 国际形势越是复杂严峻 就越需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 越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联合国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同联合国的理想和目标高度一致 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积极支持 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 古特雷斯表示 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 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倡议 期待中国引领世界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在会见布林肯时 韩正表示 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既有利于两国 也有利于世界 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是机遇而不是挑战 是增益而不是风险 双方完全可以相互成就 共同繁荣 中方对美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始终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三原则 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 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重要共识 采取实际行动 创造有利条件 多做增进了解互信与互利合作的事 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轨道 汇集两国造福世界 布林肯表示 美方希望中国取得成功 继续推动世界经济增长 期待同中方加强沟通 管控分歧 推进合作 稳定发展美中关系 9月18日 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 党中央国务院致辞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共同创造残疾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在全体代表中引起强烈共鸣 代表们表示 将全面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 对残疾人事业发展做出的重要论述 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继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 和关爱服务体系 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 大家认为 党中央国务院的致辞 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残疾人事业一以贯之的重视和关心 充分肯定了新时代十年 我国残疾人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和广大残疾人以梦想为伴 与时代同行的拼搏奋斗 让大家倍感温暖 备受鼓舞 致辞全面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 对广大残疾人的殷切关怀 对残疾人事业的厚望重拖 为我们在新时代新中崇尚发展残疾人事业 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我深深感受到特殊教育事业快速的发展 我们龙校学生的声援越来越少 因为听障儿童失聪之后 就开始接受政府抢救性康复救助 还能享受到就进入学这样的好政策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残疾人格外关心 格外关注 西藏的残疾人保障体系 教育 就业 康复等方面 有了很大的提升 特别是无障碍建设 进一步提升 有更多的残疾人走出家门融入社会 我将把党和政府的温暖 及时传递给残疾人 团结带领广大残疾人 听党话赶党安跟党走 代表们表示 等方面争取为我国 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 于教育现代化做出更多努力更大贡献 融合教育促进了特殊儿童的社会化发展 也帮助普通孩子 在与特殊儿童的共同学习交流中 培养他们善良有爱 乐于助人等优秀品质 这是一种相互成就的 共赢教育模式 我们将推动更优质的融合教育 回去后 在做好机构康复服务的同时 我们一定要延伸到残疾人家庭和社区 针对残疾人多样性个别化的康复需求 引进新的技术和智能化的辅具 帮助残疾人改善生活和社会适应能力 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作为一名基层村干部 我将囤结带领广大残疾人朋友 抓住时代机遇 通过电商平台等多种渠道 促进残疾人就业增收 过上美好新生活 在今后的工作中 我要发挥助产资源服务的优势 从原来为残疾朋友捐赠物资善款 到现在为残疾朋友开展 送技能送培训 提供创业就业的机会 让更多的残疾朋友自信自强 活出精彩人生 今天国家邮政局发布数据 一至八月 全国邮政行业寄地业务量 累计完成1009.6亿件 同比增长13.1% 其中快递业务量 累计完成814.6亿件 同比增长15.9% 前八个月 我国快递日均揽收量 在3.35亿件左右 农特产品基地活跃 客户由融合发展持续推进 生鲜产品实效性和服务品质有所提高 行业规模实现了较快增长 服务指向明显提升 输入网络加快建设 不断与多个产业电条深度融合 充分彰显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与活力 今年前八个月 我国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 更好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最新数据显示 一至八月 我国基础设施制造业投资 分别同比增长6.4%和5.9% 快于全部投资3.2%和2.7% 在安徽五湖 中华树岛制算中心正在加紧建设 作为东树西算十大数据中心集群之一 五湖数据中心集群目前已签约13个项目 累计投资超2300亿元 在江西宜春 一座总投资135亿元的锂离子电池工厂 不久前全面投产 每年生产的电池产值将超过500亿元 厂房配置了四条超级智能产线 单条产线生产一组电池仅需1.5秒 今年前八个月 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1.3%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22.3% 与此同时 我国持续推进交通 能源 水利等重点领域补短板投资 能源重点项目完成投资额超过1万亿元 其中清洁电力投资前八个月同比增长40.4% 今年以来 基础设施 制造业 高技术领域和民生设施 投资的持续较快增长 为优化空间布局和资源配置创造了条件 对产业转型升级和民生持续改善起到了支撑作用 发挥了投资强基础 立长远 会民生的综合效益 不断集聚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潜能 昨晚 杭州第19届亚运会开幕式完成最后一次全要素彩排 据介绍 本次亚运会开幕式将分为上中下三个篇章 上篇 国风亚运 中篇 前唐朝永 下篇 携手同行 展现新时代中国与亚洲与世界的文化交融 整场仪式和演出的参与者主要为杭州市民 学生和青年演员 将首次在大型空间中使用3D双微亚技术 首次实现亚运史上数时融合点火仪式 杭州第19届亚运会火炬船地今天在浙江渠州举行 火炬船地以南孔圣地渠州游里为主题 线路全长8844米 代表着渠州总面积8844平方公里 火炬船由运动员 教练员等体育工作者 全国三八红旗手 时代楷模等各领域代表组成 传递线路串联起渠州南孔古城和智慧新城 紧扣人文与历史 体育与城市 自然与景观 向世界展示有理 有文 有味 有趣的渠州城市形象 随着杭州亚运会的临近多国参赛运动员 正在进行最后阶段的备战训练 他们对杭州亚运会之行充满期待 越南亚运会代表团启程仪式日前在河内举行 代表团由504名成员组成 将参加亚运会31个大项的比赛 亚运会的赛事规模很大 充满挑战 我给自己定下了目标 尽最大的努力去获得奖牌 亚运会和奥运会这样的体育盛事 不仅仅是运动员竞技的赛场 我们还可以通过参加主办国 举办的文化交流等活动 增进相互了解 今年的亚运会 伊拉克亚运会代表团 共获得13个项目的参赛资格 代表团成员将从20号起陆续抵达杭州 参加亚运会是我们国家每个运动员的梦想 亚运会赛场的对手们实力强劲 需要我们格外专注 我们希望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中国举办的奥运会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中国总会为大家呈现前所未有的精彩 相信杭州亚运会会再次带来惊喜 多国体育界人士指出 中国在运用先进技术组织赛事方面的能力令人印象深刻 相信人们将见证更美丽更精彩的一届亚运会 毫无疑问 中国在组织大型赛事方面经验丰富 我相信杭州亚运会又是一场精彩的运动会 新加坡派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代表团参与其中 我们将有431名运动员参加田径 射箭羽毛球游泳等项目的角逐 我们希望所有科威特运动员都有好的表现 中国的赛事组织能力令人放心 杭州亚运会的体育设施都非常棒 我们代表团每位成员都将有机会了解中国文化 杭州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 根据本节亚运会的办赛理念 城市的自然美景与科技完美融合 杭州将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 在上海深圳邮轮港口试点恢复国际邮轮运输的基础上 全面恢复进出我国境内邮轮港口的国际邮轮运输 海市管理机构按规定实施传奇国港口国监督检查 并在始发港邮轮首航次开航前开展一次安全检查 记者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 中国政府决定向利比亚提供三千万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以帮助利比亚开展飓风洪水灾害后的救援工作 根据立方需求 中方援助物资主要有帐篷 急救包 便携式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等 今天滇藏铁路立江至香格里拉段全线铺轨完成 线路全长139.7公里 将于年内建成通车 届时 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第30届中国阳陵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今天开幕 本届阳陵农高会主题为 土壤健康与粮食安全 来自国内外9000多项科技新成果 涉农新装备和农业新技术亮相 第20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今天闭幕 本届东博会签订投资合作项目数量 投资总额均创历届新高 其中签约50亿元以上大单17个 比上届增长54.5% 第12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 本届年会共设置一个主论坛 13个分论坛 来自30多个国家的参会人员就知识产权 法制建设 保护 运用 国际合作等展开交流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科技与创新论坛第三届大会 今天在广东珠海举行 论坛设有12场分论坛 共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1500多名嘉宾参加 探讨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领域的国际合作 今天 中国第27批赴钢果金 维和部队第一梯队109名官兵 从甘肃兰州飞赴钢果金 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 中国第27批赴钢果金 维和部队共218人 将担负任务区设施建设 卫生防疫 人道主义救援等工作 今天 执行和谐使命2023任务的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 返回舟山 此次任务历时79天 形成1.2万多海里 到访基里巴斯 汤家 瓦努阿图 索罗门群岛 东蒂汶等五国 诊疗民众41358人次 俄罗斯国防部18号称 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存放风暴支营导弹和贫油弹药的设施 乌克兰方面称 乌军对俄军人员和装备集中区弹药库等目标实施打击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18号宣布 德国将再向乌克兰提供4亿欧元的武器 近日 德国民众在卡尔斯鲁厄等地集会 呼吁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 我们在德国全国范围内举行集会 呼吁德国政府劝和促谈 而不是让冲突持续升级 北约是一个军事联盟 这样的军事联盟应该被解散 近日 北约在波罗的海启动代号为 北方海岸2023的多国海军联合军事演习 演习为期两周 另据俄罗斯国防部18号公布的消息 俄罗斯海军正在俄东北部海域 举行保卫北方航道军事演习 有一万名军人参加 此外 乌克兰经济部18号表示 乌克兰已就欧洲多国延长 对乌克兰农产品限制措施 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诉讼 负责农业事务的欧盟委员会委员 沃伊切霍夫斯基当天表示 欧盟对乌克兰上诉表示震惊 由于乌克兰农产品过境 给中东欧国家市场造成冲击 欧盟委员会今年5月宣布 暂时限制乌克兰四种农产品 在匈牙利 波兰等五国的自由交易 欧盟委员会本月15号决定 不延长相关限制措施 但匈牙利 波兰和斯洛伐克 随后明确表示 将自行延长限制措施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8日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 首次超过33万亿美元 达到33.04万亿美元 再创新高 约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22.4%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于2022年2月初 突破30万亿美元 今年6月16号超过32万亿美元 预计到2030年将超过50万亿美元 美国军方18日发表声明称 搜索人员在南卡罗来纳州 威廉斯堡县找到此前一天坠毁的 F35战机残骸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8日早些时候 美国海军陆战队方面宣布 所有战机暂停飞行两天 美军近来坠机事故频发 8月24日 一架大黄蜂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坠毁 飞行员死亡 三天后 美军一架鱼鹰军机 在澳大利亚参加军演时坠毁 三人死亡 多人受伤 南半球国家澳大利亚 进入春季以来初见高温干燥天气 多地燃起灵火 今天新南威尔士州南部沿海地区 灵火加剧 气象部门将当地灵火级别 调为灾难级 澳大利亚气象局今天称 今年夏天 澳大利亚将受到 厄尔尼诺现象影响 高温天气可能性增加 灵火风险提高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视频 请下载央视频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